好 再来看到政坛的焦点 杨秋新拖党参选之后呢 不断地在修正路线向中间靠拢 他左打经济牌 批云林县长苏志芬带头反伤 右批高雄市政府对红海不友善 全力火力全开 从经济的硬提下手 要来抢攻中天的选票 台数人物厂产业工会会员大会 特别请来杨秋新 火像是小型肇事活动 杨秋新也毫不客气 针对六亲事件 痛批云林县长苏志芬带头反伤 竟然要求台数六亲 2020要牵厂 这个等于是逼迫企业自杀 杨秋新痛批政府带头反伤 他也呼吁民进党不要跟着反伤 话锋一转又把炮火 对准了高雄市政府 你还跟他这样子来谴责他 他要来吗 人家是一个刺激的工厂 到中国到中国去 人家用红地毯再欢迎 怎么我们这边政府 可以这样子来反伤呢 杨秋新不满 高市府对鸿海不友善 百般刁难 让鸿海投资高雄软科计划 迟迟两年都没进展 从经济议题挖选票 董事长也说 未来有机会 他很客气 他说未来有机会 如果有机会 他愿意跟随我的脚步来投资 我会非常感动 杨秋新挂保证 未来当选先把意识形态放一旁 以经济发展为优先 从经济议题找到挖掘蓝绿票源的失利点 中天新闻梁家文张玉昕高雄报道